台北车站的站前地下街日前爆出群聚感染 为此是否宣布15号到18号暂停营业大清销 而今天是K区地下街副业的第一天 一早就有业者回到店内做营业前的准备 但不论是业者还是民众 人数相对都少了很多 而市场处表示 重新营业的店家 店员都要持有疫苗接种记录卡 或是7天内的PCR阴性证明 环保局人员一早就派人到北车地下街 逐步下楼对着阶梯来回消毒 一旁的连接通道也不放过 全是为了K区地下街的副业 做最后准备 店家门口仔细清销 但只有少数的餐饮业者 有派人做营业前准备 只是先前确诊连环报 现阶段要副业 他们不担心吗 如果他评估OK可以开了 我们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就是平常性工作 就是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 才能保护别人这样子 打完疫苗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就是就是休息 就是也没有想太多 台北车站K区和Z区的地下街 先前接连爆出了六例确诊个案 分布在首摇影店 连锁超商以及素质电焊3C 用品店等处 为此地下街暂停一夜 两区共四百四十一人 师傅也都造册打疫苗 只是十九号副业第一天 地下街空荡荡几乎没有人 复业后消毒得每日进行 另外店员也得持疫苗接种证明 或是七天内的PCR硬性证明 才能够上班 防疫规格比照市场专案 除了确保民众跟店家能够新安外 同时也希望这北车地下街的确诊数 不会再增加 记者前长侯正伦台北报导